机械堂专业电动工具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这里要水碗破个洞 然后这里面有个水塞 烂掉 都是很小一个洞 慢慢漏啦 所以你看你多大意啊 你多大意啊 那水漏这么小 你可以开到已经烧掉了 重点是它那个水箱又不是做那种半透明 让你很好看的那种 对不对 不然你看我电瓶也换了 什么鸡肉什么都查了 他都没看到水 就真的漏掉了 这一颗 那一颗有没有啦 这只换掉啦 这换掉啦 这生锈啦 烂一个小洞啊 那铁已经烂掉了 所以说这台车以前水布的很差 我买车我都看水箱盖打开来看 里面锈得很厉害我就不要了 因为我就是会这样到处漏 那我其他的两个没有漏的我要把你抢起来 我怕它会给你来漏 你看没有 还有那个 水 车子也会修好了没有 这样一发动车子也没有 这都没有泡泡就对了 你东西拿 怎么看怎么看 它会吸是不是 它会一直冒泡泡 泡泡泡一直冒不停 这泡泡啊一直冒不停啊 刚换的时候会有泡泡是正常的 我如果自己换水缸就知道 冷车不会有泡泡泡 哦 那不会 这样才是正常的 一颗泡都没有 冷车啦 不能有一颗泡 嗯 这就标准了 你引擎有气吗 那是TEDO找到了吗 好 现在发动出来了 终于 大概一个礼拜没开这台车了吧 现在整个Slow都很稳定 那这次真的是大意了啦 老板也说 怎么那个水漏得很慢 漏那么慢你还没抓到 那也一方面是因为这个 Matrix这台车它的水箱 它不像一般我们Toyota或是说VAG那种 常看到的车子 它有一颗大大的半透明的附水箱在旁边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水位 那这台车 也有啦就很不明显 所以说你看我自己换机油换电瓶 引擎盖开开关关这么多次 都没有发现 那这一次总金额 在我们上顺汽车 就是我们店里面附近 也是一级棒很厉害的 这个维修厂 各种疑难杂症 那这一次金额大概就是两万多啦 像这种很熟的我连工单都懒得拿了啦 反正它爆多少就多少就两万多块 冲掉引擎大修 对我来说很痛吗我是觉得还好 就说我这个车买四万块 安卓机什么东西弄一弄 一万多块 五万块 那我再花这一次大修 两万 目前累积这台车大概就花七万块 还在十万内 所以也没有什么痛不痛的 我去买车看车 这个当初可能看得出一些端倪 那我也不在意 我更没有 任何一通讯息 跟这个前车组联络 都没有完全不会 就说你买车 这种十万内的车你买车的一个 心理素质本来就是这样子 本来就要有预算它会有可能大修 那你看 这个大修也才 两万块 你看我朋友他们那些 鬆逼的 换个轮胎都不止两万块 引擎大修 才两万块 我觉得很便宜啦 那这台车的总花费还在十万内嘛 那也是一个还很好的代步车 现在又 厚理理呀 为什么买车看车都那么快 我懒得去看那些有的没的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靠 策略、逻辑 还有效率 如果是像那些 知名的YouTuber每次看车就在那边 油箱盖、水箱盖、轮胎什么 全部循一遍 我觉得这个买车很累 那当然 你今天买的车子 是 三五十万以上 那我觉得 这个动作还是要做 那我覺得10萬內 這個動作就還好啦 反正 你看嘛大修也才2萬 所以機率也是算低 遇到了就修一修就好了 千萬不要去找前車主 勾勾敵去 講那些有的沒的 這個是最討厭這種情形發生 所以我絕對不會去找前車主 前車主也沒什麼責任 後續本來就是新車主要去承擔的東西 那今天呢 就是非常沉重的一天 我們現在出發要去龍潭高原的小人國 因為前幾天 又一個客人貼掐貼在高速公路上 然後就叫他趕快下加入道 我去現場接他 然後去現場的時候就幫他 也不是幫他啦 把這台車 放在那個附近的停車場 那時候附近就只有一個小人國 整片停車場 水裡停 我現在就是跟脫掉廠商去約在小人國這邊 他去做一個脫掉的動作 然後這台車是 Zinger 就是高速會有點熄火 上次 過年期間其實就有發生過 然後我去 五谷 比較有名的店家去修理 然後換了 氣候幫補 6500 還換了一根高壓線圈 然後他裡面有一個 可變氣門的一個控制法 也有拆下來修 修了蠻多東西的 然後後來看 都順了就開回來 然後本來要自己測試啦 但是因為 車子全部借出去了 然後我看車子 我開回來也好好的 就把他借給客人 就沒想到客人開回去新竹沒事 開回來的路上又叼掐 過年一直叼掐 老車開多了 還是會碰到啦 前兩天 禮拜天 我們的 X-Trade回來 我那台綠色X-Trade 我平常跟大家說那台很穩定 結果 發動 感覺 怪怪的 有點抖 那應該是考爾 我就上網 蝦皮買了一隻考爾回來 回來再測試一下 這一種就很好測試 就是說 你一發動他就抖 那你就去 買考爾去換嘛 看換到哪一剛好 他就好了 那或是說你就全部 四個考爾全部換掉 也可以 這種就好測試 可是像 金格那種就是 最麻煩 你開都好好的 你再測個 50公里 100公里 他也好好的 然後 他在第101公里 可能就掛了 那你要怎麼測 你就每次都要 開那台車上下班 所以說你看 基隆中壢兩邊跑 還是有這個好處 我每天 就這個公里數可以來消耗 測試車子 所以說等 再金格回來 那我應該就是要 每天開這台車來 測試一下 狀況到底有沒有恢復 原本的 一個 穩定的水平 那現在就是去 小人國 再給五谷 店一次機會 看可不可以把這個狀況 抓出來 我這次準備留個三五天一個禮拜都沒關係 就是留給他慢慢抓 可以啊 好 好我們準備回中壢啦 現在車子上車 準備去五谷 拖車費 3500塊 還OK啦 因為不算 近啦 這邊到五谷 三四十公里吧 還OK啦 那麼大台車 那就看後續 整理得怎麼樣 然後今年過年就是 這三台 Matrix先嘛 再來是 金格 再來是 X-Tray X-Tray應該 小問題了吧 換個烤耳就好了 這應該比較簡單 Matrix就是也是要觀察 大修回來 要觀察一下 好就先這樣 現在在五谷 我現在 拿到車了 我這樣總共修了多少 我家拖車 一萬九千五把金格修起來 順便試車啦 等下去五谷載東西 剛好這邊也是五谷 所以就 等下就開這台車 去載東西 然後順便試車 如果 屌恰也是自己屌 好 那就先這樣 我們先試完車 等下開回公司 看 狀況怎麼樣 好 載完貨回公司啊 就 目前 So far so good 好就都沒什麼狀況 就在觀察幾天看看 這邊 這幾天上下班 就開這台 每天測個100多公里 好看一下狀況 等準備好 這個也很少借客人啊 自己測啦 反正有事就做拖車嘛 好今天輪到 X-Tray 在中立休息站 就是這個也是 本來以為比較好處理 可是也蠻麻煩的 因為他 也是間歇性的 就是 一下有這個狀況一下沒有 我們剛剛出發 我們現在準備要去五股拿車子 出發的路上就是 頓挫感比較重 所以現在 把買來的考爾 一隻一隻試 看試到哪一隻 它狀況OK 我們工具就隨身帶出來了 就是想說路上 邊試邊換 一次換四隻 當然就 最簡單啦 可是我們就是 省成本 所以就一隻一隻換 好我們就再開開看吧 我們現在重新發動 看一下原地有沒有這個 帶出不穩的液礦 我覺得還是有 OK 很好 這樣很好 再換第二隻 我們剛剛換完第二隻 現在感覺好像還OK 又 有明顯的一個 體感的差異 不知道是不是短暫性的 可是我現在吹油門 上去的那個速度是順暢的 所以 運氣好像還不錯 帶一隻考爾出來有抓到 第二根 那應該就OK了 那我們等一下去五股 把這個 車子換回來 反正在休息站吧 中立休息站 旁邊洗個手 上個廁所就出發 那等一下就去五股 我們那天換了一缸 二缸 三缸都換了 都還是有點抖 我們現在就把全部 都換掉 那連火星塞都一起換掉 東西在這邊 蝦皮買的 全部就大概3000多塊了 4顆火星塞 4顆 高壓線圈 3000多塊 4個火星塞 4隻考爾 全部都換新的 那接下來就上路 實際測看看 我們剛剛路上試了一段路 怠速都很正常 剛剛後面有些雜音 下車去整理一下 然後順便觀察一下怠速 然後剛剛開車路上 應該都OK 那這台應該是簡單任務 就是不用一個一個查 就全部換 那3000多塊 然後前幾天 先刷 刷起來了 應該也是沖掉了 就水溫拉高 現在拖去上順 然後看 之後怎麼樣 反正 大修就修啦 一兩萬塊 以內就解決的東西 就先這樣 我們再觀察一下 4台囉 原本以為 3台 結果又多一台 4台 好現在 把Sentra開回來 第4台車 看他這樣也受苦了 外面髒兮兮的 等一下要好好洗一下 總之 運氣非常好 剛剛花了6000塊 就是水箱壞掉 所以導致溫度拉升 詳細我沒有問啦 反正花錢消災 我懶得問一堆有的沒的啦 我再次強調 這是同業價 我講出來 不要拿這個價錢去跟 上順老闆 去要求說 麥克修這樣子錢 我去修這樣子錢 不用 我自己十幾台車 我又介紹客人過去 我去的價錢 一定比你們便宜 這很正常 6000塊真的太便宜了啦 你想想看 光拉一趟 拖車 就3500了 修才算 2500而已 大致上就結束了 就是 應該結束了吧 Nissan 三台有兩台出問題 X-ray 下午也弄完了 現在這台 Centra 這樣子經過上順老闆的手中 也處理完 然後 Zinger OK Matrix 也OK 4台 花錢消災 皆大歡喜 告一段落 希望接下來不要再有 其他特殊的情形發生了 接下來我 我可能過幾個月還要再 擴邊這個場地 我覺得場地不太夠用 代步車 這間店光停我的代步車 就 快停滿了 所以我必須要再 找一個新的場地 最好是室內的 可以再停我這些代步車 他們的出勤 比例 會有一些落差嘛 就是說 有些車會壞掉 送修 那我還有 代步車的代步車 要去借大家 如果你會覺得說 你的代步車都這麼老這麼舊 都沒有新一點的代步車 那你可以選擇 你就坐計程車 因為我借代步車 我也沒收錢 那你覺得不放心 開老車你覺得不安全 你就去坐計程車 找朋友載 都可以 只是提供了一個方式給你 那如果敢開就開 不敢開 就拉倒 那就先這樣了 我是Mike下次見 拜拜 機械堂專業電動工具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蝦皮購物 天天出貨 天天免運